诸佛赠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一,我已所行施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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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应该已经快要接近到十二年期的尾声了。 是想说我们还没有把最后的讲完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十二年期不清楚的,或者想要问的,或者有什么可以帮大家对十二年期更清楚的去了解的。 那因为这个主要是什么的话呢?十二年期它是把四帝的道理,苦极跟灭跟道呢,它把它更广的去分下去来讲的。 说实际来讲,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菩提道赤字广论的,说去中世道思维轮回苦的时候呢,一般是讲说是特有两个法门嘛,特有思维四帝,跟特有思维十二年期啦。 可是实际来讲的话,虽然它是分两个法去讲的话呢,四帝的话它就是简单的从轮回的因,为极地,所生之果,苦地为轮回,如何去断除这个轮回之因,为道地,以及所断之果,为灭地了。 那结合着这个道地跟极地是怎么样去流转呢?怎么样流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会变成说,第一无名,第二行业,都是归属在所谓的极地的嘛,就在这在极的这一方面,同样,后面的爱,取,有,这三个也都可以归属在极地这一方面的。 而所谓的因位的事的话呢,也是在极地这一方面嘛,因位的事来讲,到果位是,我们到后面的第二声,第三声的,等等的果报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说是以两声圆满的话,大家还记得就说,它第一声就是一二三,八九十嘛,对不对?就是应该以这样子来算的话,因位的缘起。 如果是以三声圆满的话,它怎么是,第一声是以一二三,第二声是以八九十,第三声才是所谓的,不管我们从第三开始算也好,或者从第十一开始算也好,总之它是同一个时间进行的嘛,是在第三声来讲。 等于说什么的话呢,就是变成说是了,因位的事的,在第一事也好,第二事的也好,所有的因位是,我们都可以结合在哪里,这就在极地这一方面了,这是极地的。 后面所产生的这个生,果位的事,名色,六乳,处,寿,等等的,这等于都是什么的,这叫苦地了嘛,就是苦地,老死的话,也都是所谓的苦地了。 那灭地跟道地是什么呢,开始呢? 那当然是不是说,我们以顺其次第,它是不是我们前面在讲缘起,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不是依了那个道干经, 说,若能见缘起,则见法,若见法,则能见佛陀,那何为缘起呢? 它是说,有所谓的顺其次第的十二缘起,跟逆转次第的十二缘起,而何为顺其次第的十二缘起呢? 由无名而生行,行而生士,士而生名色,等等等等,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呢? 这叫顺其次第的吗?逆转次第我们是不是说是什么? 是老死是由生而有的,生是由有而有的,有是什么呢? 有,取而有的,等等等等,就一直到说行是由无名而有的。 所以这个是叫什么?是染污品上面的,染污品就是什么? 染污品是不是就是,刚刚结合的话应该是说苦极之理吗? 那这个染污是什么?是苦极为染污的吗?苦极为染污的。 而,所以这个染污品上面呢,又可以分为说顺其的,逆转的。 所以这也就像我们昨天在世界当中来算,那为什么要知道说它顺其呢?跟逆转呢? 顺其是说什么是,它是由前前因而生出后后果吗? 由前者的因而后果。那从后面这样算起来是说什么呢? 后面这个果报产生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是有原因的,它这样有一个原因,才会有这个后果的。 前面顺其下来是什么呢?是了解说,哦,是由这样的能生因所生出来的果,能生的因所生出来的果,这样子顺下去的。 同样,那如果我们讲到说所谓的清净品的生起次第,跟缓灭次第来讲是什么? 这边清净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讲说灭跟道了吗?灭地跟道地了。 可是在经上面,它直接所显得是说什么?由灭无名而灭行,灭行而灭世,等等这个说什么,这个灭是什么?它就是直接宣说出了灭地的道理了吗? 透由灭前者才灭后者的话,这讲说是灭地的道理了。 可是由灭,比如说我们从缓灭次第来讲的话呢,是说什么?由灭老死是透由灭生来讲的话呢? 这个生是由什么而灭呢?它是要有一个正对制嘛。由这个正对制才能去灭这个的话呢? 所以缓灭的时候主要是在讲道地的功德了。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说思维十二元起来讲也好,或者思维四弟来讲的话也好, 特有思维四弟十六形象来讲,它分的还没有十二元起的这么的细,没有这么的明显, 它就只是说我们有,一般来讲的话有苦极灭道的话呢? 它是在内心认知的次第去生,最了知的次第而生期。 以实际的因果次第来讲的话应该是极生苦吗?道生灭吗? 它是刚好颠倒过来。 但是这边来讲的话,十二元起是等于是说什么呢? 十二元起是等于是把什么? 十二元起把四弟的道理上面再加于说, 那到底流转四弟是什么? 所谓的如何是特有极而生出的苦, 更详细的,更明确的去解释得出来。 所以它不是两个别别思维的道理啦。 应该是说,四弟的道理是怎么去思维呢? 也是要有苦极灭道的。 十二元起要思维起来的话呢, 所有十二元起思维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要去了解, 不管是在任何一处或者任何一道所生起来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还是不自足的所生出来的苦, 不是主要是说苦苦跟坏苦, 而最主要是在讲后面的辛苦这一方面的第三苦, 所谓的辛苦这一方面而去认知, 而去断除,而去对轮回有一份了解。 所以为什麽在我们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 中世道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它是不是就讲说, 如何去思维轮回的过患的话, 主要是偷游说四弟的道理, 跟十二元起的。 十二元起等于是在四弟上面, 再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介绍, 或一个更详细的去解释的。 它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到目前所解释的目前是说分类嘛, 种色嘛,对不对, 作用, 圆, 几次圆满, 铜地, 这六个科判来讲, 这时候是什么, 我们现在都还是在讲, 应该是说, 染污品上面的十二元起, 我们都完全都没有讲到说, 清净品上面的十二元起, 我们现在都只在讲说, 染污品上面的十二元起, 可是因为为什么, 透游柳枝了这个, 染污品上面的十二元起的话呢, 清净品就很容易了解, 就是说就是断除这个, 就像再举一个什么例子来讲的话, 就像我们在讲戒的时候啊, 在讲戒的时候, 它从来不会跟你讲说, 哦, 你要怎么去守护这个东西, 有什么功德, 它一定说, 比如说, 呃, 我们大家知道的话, 比如说是在家居士的五戒来讲, 是杀到一望久, 它一定说, 哦, 那如果杀到戒去介绍的时候说, 那假设你去犯了, 杀到戒是什么, 哦, 它是要有旁边是, 或者犯跟破, 破是什么呢, 它对方是人的, 是要有心事的, 我们要有正确的去认知, 要等到它的寿命断了之后, 我们知道它寿命断的话, 这才算圆满的杀业的时候, 那当然它就不会说, 它就不再解释说, 那这个戒是什么, 就是当我去刻意的去防复, 或者不去造作这样子的杀心的时候, 或者杀业的形成, 这就叫所谓的戒了, 所以同样, 这边所说的, 清净品上的十二元起的话, 它就等于是说什么, 如果我们对染污品上面的十二元起, 清楚的了解的话, 就等于是破斥, 或者说灭除, 这个染污品上的十二元起的话, 就是所谓的清净品上的十二元起, 看我们这个今天应该, 慢慢后面会接触到了, 他们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对以上的, 应该是我们这六个课判吗, 就是分类, 总色, 作用, 原, 几世圆满, 跟同地吗, 同地还剩下一点点, 我们是把, 应该是我们以上, 大家如果, 因为我们停了一个礼拜的课, 应该是说什么的话, 再一次我们是不是上到说, 贾桃杰大师所说的同地的审法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解释起出来吗, 就是说, 如果是从玉戒身在玉戒的话, 十二元起都是相同的, 可是如果是从, 比如说玉戒身在初禅天也好, 玉戒身在二禅天来讲的话, 这个也都不是同地的吗, 也都完全是不一样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唯有比如说, 我们从初禅天, 在身回玉戒的时候, 是不是这十二元起又是全部都是同地的, 可是如果是从二禅天, 身回在初禅天的话呢, 这十二元起又不同地了吗, 对不对, 是这个两个, 我们就说, 总之从下下界, 如果这两界是有差距, 除了是什么在玉戒的状况的话呢, 这十二元起一定是不相同的, 初无名是归属在什么, 初无名是归属在下界, 其余的十一一个元起, 是归属在上界的, 看它主要, 我们上次, 大家如果还记得它的原理, 或这个逻辑的是什么呢, 因为是说什么, 不同界的业, 是不可能引出说不同界的苦吗, 或者不同界的孕体, 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苦, 是这个所谓的辛苦运, 或者轮回, 不同界的业, 不可能有产生出不同界的辛苦或运体, 所以就像说, 初禅天的业, 不会感到二禅天的果报吗, 但不可能的时候, 所以这是, 为什么说, 行业一定是跟第一个无名是不相同的吗, 但如果行业跟它是不相同, 有业是不是因为就是行业的后续受到滋润的时候, 所以这当然也是跟它下节是不, 跟无名是不相同的, 事来讲的话呢, 也是要有一个同界的事, 它才有办法有能力去安置, 安放在这上面的, 没有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安放的, 而爱曲是什么呢, 同样我们不可能用不同界的爱曲去滋润说, 不同界的业, 它是要同界的, 所以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上次略略讲, 如果假设是, 只要有一个初禅定的人来讲的话呢, 它是不可能透由业跟烦恼去生在欲界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初禅天的定, 我们是不是说它已经, 虽然它不一定是从根断除或去除, 所有一切的欲界的烦恼, 但它至少已经把它好像头压下去, 使它抬不起头来了, 在内心当中有定的这个时候呢, 它在内心当中不会有, 出分的欲界的烦恼, 在自己的心绪当中现行出来的, 所以只要有上界的禅定的话呢, 是不可能透由业跟烦恼生在下界的, 所以那我们上次说, 那比如说有获得禅定的人, 还能我们可能投身在轮回下界呢, 可能嘛, 可是它要有它的代替品, 所以我们上次说, 就像比如说, 菩萨的圣者们来讲的话呢, 它就有悲心跟愿力了, 悲心跟愿, 悲心的话这等于说什么, 就等于它的作用嘛, 它的业一样, 这个悲心就等于是它的作用, 它要去度理一切的众生, 所以这变成是它的业的代替, 和愿力是吹死它可以承办这个愿力, 就跟我们的烦恼爱曲去吹死业一样呢, 这边是透由愿力去吹死刚刚的以上的悲心, 去使它可以, 不管说像地藏王菩萨投身在地狱也好, 或者有千百亿化身的, 有些它不是好像说它不需要流转, 它是透由自己的愿力, 悲心而去使它说, 那我愿意不管是在上界也好, 下界也好, 透由这样子而去投身的, 也有这样子去做的, 所以我们上次大概我们目前介绍的话, 是这种的说法, 或这种解释的方法是, 贾朝界大师在他的阿比达摩集论, 以及新奥庄园书等等里面去清楚的解释说, 从下界是在上界的话呢, 这个十二元起是不相同的, 或者这个所谓的同地的方法是什么, 和这个一般是在讲别的经书里面, 如果没有去看现观的话呢, 就不会看到很清楚的, 或者英语约约会有提到, 它没有分得这么详细, 我们如果大家再回去看, 普吉道次里广论这个十二元起的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在治理行间, 其中里面有讲到同地的这个道理, 它没有别别的去清楚的这个宣说, 清楚的宣说是在这个县观, 跟贾朝大师的经历来说, 所以你看, 我们是不是我说, 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 大家如果回去看广论的这个十二元起地方的话, 它是透过五个科判去解释的, 它就只有分类, 种色, 几是圆满, 应如何修, 所修之胜利嘛, 它就其余的, 我们刚刚说, 它的作用为何, 它没有去解释的很多, 如何前前者, 如何作为后后者的缘, 广论这边也没有解释到, 和同地者都没有解释, 所以它只有透过五个科判而去解释, 所以它, 大家越到后面的话呢, 我们为什么说, 虽然普及道次第广论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其余的县官, 中官, 阴影, 就觉得说, 普及道次第广论说的是太, 太含糊了, 或者因为广论它的做法是说什么, 它是初分的去行持, 你在内心当中的时候的经验是什么, 可是很多的是从这边怎么去连接到, 这个这样子的连接, 它比较难去用, 因为它要用简单的文字去描述很多, 因为它在一本论当中的话, 它就是把它这样子, 好像说, 我的心路历程或者这样子的行走是这样, 可是很多的小东西它不会说, 就像我们说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说像我们在台北市, 我们是不是现在有那种GPS的地图, 它只能很粗分, 像我们这边是长春路, 龙江路, 复兴北, 南京东路, 这上面没有111的店啊, 你只有那个大方向, 还有你说你走这样子, 还是比如说几条街这样这样这样下, 可是很多东西是, 比如说我要找这两个的街的中间的, 有一个东西, 或我要看某一个商品的店, 我在怎么找那个地图, 它上面也没有出现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找, 但是要实际的去看过, 实际有经验去走, 或者更详细的, 所以葡萄吃地广论, 它现在解释的方法是什么, 它把所有可能县官庄严论, 中官英明它是什么, 它是全部闪着在那边讲, 好像比如说, 第一品有可能我在讲龙江路的状况, 第二品有可能我在讲长春路的状况, 第三品我在讲复兴北的状况, 第四品在讲南京东路的状况, 可是到底是怎么总设起来, 怎么组合起来, 广论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整合, 出方向, 可是它缺少了什么, 因为它是什么的总设呢, 它是缺乏了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一个一个的细细的怎么去思维, 怎么样去把它好像赤胜的, 或者很明显的在内心当中显现出来的, 和我们越到后面, 广论的越后面呢, 你会看到它所写作的风格, 越像大经大论的写作风格, 越像, 前面的是, 还是比较说它用白话的去做, 它越到后面, 像匹婆圣娜, 圣摩他开始的话, 那个写作风格是完全改变的, 变成像说就是按照经论的, 或者中论的文词礼录, 这样去下手了, 所以它完全是不一样了, 可是所以呢, 等于是说, 菩提到智地广论从讲到十二元起, 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把这边所说的十二元起, 再去配合了广论的十二元起, 广论的十二元起怎么是说, 是等于是说, 我在内心当中升起的次第的时候, 是把这边所听闻文师的思维法则, 怎么样使内心当中升起一种的现象, 是怎么的话, 是在菩提到智地广论说出来的, 和菩提到智地广论的道理呢, 等于说总涉在什么, 我们是不是说他中大师的最后的著作, 已在略略的, 等于说就没有很多的旁白了, 就是直接的, 好像是一教一样的, 这个的浓缩版是什么, 就是菩提到智地射送了, 这个中大师是什么, 是中大师把他自己的对道智地的体会, 他学出来, 所以我们说, 你看那个科判他也是从归敬颂, 赵者秘, 他就开始说, 他有道成基础的四个大科判吗, 他在从侠满, 三恶去苦, 等等中世道, 上世道这样子, 可是每一段每一段的画面, 他就说什么是, 余切是我这样子一起如此修为, 和你如等学子也应当修持的, 可是一般我们在念诵的时候, 他就之后是说会改变, 这是因为是中大师自己写的时候, 他是说余切是我, 我就是我这个修行者我, 或者有些说, 我们是不是在中文有时候, 他们喜欢说老辣我, 或者说什么这种说法一样, 这就等于说, 中大师是想说余切是我, 是这样子如此学习的, 后者要学习也应该如此, 可是我们在一般诵的时候, 这边讲余切是我, 我们就会把它改掉, 说是自尊上司是如此学习, 想希求卸托者, 我也亦如同修持的缘故, 所以我们会在一些课诵的时候, 会看到不一样, 这是不同的意趣, 中大师自己的写作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说, 余切是我, 是如此学习, 希求卸托者, 您也如此修持, 可是我们后面的, 在很多的课诵本里面, 会看到说什么, 就是说自尊上司, 是如此这样子的修持, 希求卸托的我也, 也应该如此这样去修持, 他是这样子去配合了, 所以有些人把这个叫说广论设诵, 也有人分到说他的, 等于说我们讲说他的, 在藏文他有分, 人家说叫正道歌, 或者所谓他的经验的, 用歌颂, 或者是用诗词, 把它写出来的, 这是中大师, 一般对道次第的三个主要的解释, 因为我们以前, 现在是有一些总结, 可是按照以前的传承上司的说法来讲的话, 到目前为止, 我们比较多的, 或者比较公用的注解是有什么, 我们有分八个大教授, 在广论上面有分八个大教授,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刚刚讲的三个道次第的嘛, 就是广论, 略论, 设诵, 这是中大师的三本, 他以时间上来讲的话, 之后的话有一个是第三世达埃喇嘛, 他所造的, 我们叫在野荣经嘛, 或者这是三世达埃喇嘛的, 他的注解是什么呢, 他的注解是五世达埃喇嘛写的妙音教授, 所以这两个是等于说两个, 就是五世达埃喇嘛, 三世达埃喇嘛去蒙古的时候, 去为了要度化蒙古人的, 对道次第的教授就是在野荣经, 之后的五世达埃喇嘛, 去对三世达埃喇嘛做道次第的东西, 就是做一个解释的, 而还有我们所谓的叫安乐道论, 跟宿级道论嘛, 应该是,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宿级道论是四十班禅去写的, 和他的解释是什么, 他的转世是第六世班禅大师去做的, 对第四世班禅大师的解释, 安逸安乐道论, 宿级道论跟安乐道论, 所以这个加起来就是七个了, 和之后有一个, 在拉萨的附近有个叫达波, 达波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叫达波阿王达波, 他所造的, 道次第的散说经要, 散说经要, 这个八个来讲的话是以前, 对道次第的几个主要的, 应该算解释, 或者说清楚说的, 和这上面之后是近代的话, 就是跑步大师花了28天所讲的, 讲法, 还是由赤江龙摩蟹做的总编, 而造出来的掌中解脱, 因为掌中解脱这个等于是说, 你看掌中解脱的写的风格也是什么, 就是说他把六度四射以下说的比较广, 后面就说的不多了, 在最好的话是什么, 是在从夏世道跟中世道的话, 尊者也常常讲, 我们在一般那边有一种说实就是说, 他等于抛光大师把之前的所有的传承上司的, 或者的教格言教授汇集了在一起, 汇集在什么就在以, 说是掌中解脱在这边, 所以在我们如果看掌中解脱在讲一丝规理的时候, 跑步大师就说嘛, 他说他为了修学一子三之四的话, 他花了12年的时间去修持或观修吗, 他真的前几天在开玩笑说, 他说如果花12年去修一子三之四的话, 花这么多人去修的话, 那他以我们的个性或者以他的个性来讲的话, 你要说花12年去视为空性啊, 或视为福利心更有意义的啊, 或者说虽然当然说花12年去视为一子三之四很重要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 可是一子三之四的鬼里在内心上升起来的时候呢, 也没有保证可以说得到卸脱的, 他这是跟我们有没有如理的修法都还是未知数, 这个一子三之四的话的鬼里, 这个跟外道啊, 跟别的话也有在讲这个东西的, 独一无二的是在什么, 是在菩提心空正见的地方, 所以如果花这样的时间, 不如花这个12年时间去观修在菩提心跟空正见上面的话, 这个意趣是更为重大的了, 好,就是讲说比较旁生的啦, 当然就是想说我们在讲道次第的, 因为就是说, 想说大家普遍有跟道次第有一些的篡习的话呢, 是什么的话, 这边是如果再去看普道次第广论的时候呢, 就是要把这边我们一一一的说的科派, 跟那边所说的结合在一起, 因为大家应该可以慢慢感觉到, 或看到说, 现观作严论对十二元起的分类的解释, 是比广论的里面对十二元起的应该更详细的非常的多, 广论它只是略略的总设起来, 还有很多东西是不足的, 或者说不够清楚的, 因为广论它只是等于是一个纲要嘛, 我们一直在讲说它这个纲要性的, 它就等于是像刚刚说的那个GPS, 它给你可以大方向的这样引导, 它没有办法细细的一一一的跟你说, 像是不是我们在GPS上面, 我们也看不到说这边有什么树木啊, 这边有什么看板啊, 或这边有什么的, 比如说你看它这边有时候GPS会说, 你这个可以通过, 实际上这边已经是已经被毒死了, 或者这边有在施工啊, 它没办法给你看到, 所以等于说GPS的话, 广论是什么, 它是把大方向的, 我们在实际在走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一一一一一的大方向的东西都, 有次第性的, 的应该说叙述出来的, 可是实际还有很多的这种的, 经论的要设置,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一般来讲说什么, 一般的思维的, 说是主要是什么, 特有是, 县官, 中官, 跟英明, 这三个来去做, 英明就等于说什么, 是等于是自己的价值一样, 所有的东西是堆积在这个上面, 有一个价值的话呢, 什么都好办呢, 就我们昨天举的例子, 是不是跟他讲的一样, 就像说什么, 有一个抬头挺胸的一个男生来讲的话呢, 他是不是他穿的衣服都觉得, 就好看了, 他穿起来, 因为他就是那种所谓的价值身一样, 可是你看你再好的衣服上去, 可是如果是有一个人这样子, 那种弯腰驼背的时候, 是不是就觉得说, 你给他穿的再好的一个西装, 或者说再好的东西, 都挺不起来, 重此有一个人抬头挺胸, 他穿的是很拉, 就是很平凡的衣服, 他穿起来觉得那还有很有型啊, 所以就一样的话呢, 我们这些所建立起来的, 他等于他的思路, 他的钢架是什么, 就是以英明的这个作为他的钢架, 他的思维, 上面点缀的道理, 见解是什么呢, 是以中观的见解去做的, 所以等于是说, 用在刚刚的批语来讲, 说他的理念啊, 这个人虽然他价值很好, 可是他也要有他的衣服的衬托嘛, 所以那个衣服的衬托就等于有点像说是中观的见解了, 可是衣服的衬托也好, 他的站得也很挺的, 可是要有行为也好嘛, 要有温文儒雅的这样去做一样, 所以这个行为, 行持等于说什么, 就是这宪观的这个道理, 我们怎么样去走, 怎么样, 所以他有配合了见解, 行持, 跟他的理路, 这三个来讲的话, 是我们, 如果别的没有配合到的话, 这三个有一个理解, 一直这样去思维的话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目前的想跟大家介绍的主要的课程也是这样, 说可以引药子, 这样子说以宪观、中观跟英明为主, 那当然以后如果还可以再加以点缀上面的是有阿比达摩达或这个道理, 那当然是最好的, 可是这个还没有到关键性的, 关键性是说是在以宪观、宪观、英明和当然以宪观的道理, 所谓行持就配合了像我们所谓的《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 如何去真的依着宪观的这个道理, 跟宪观的道理去行持跟调伏心的时候呢, 就在很多这个修心跟《入菩萨行论》这里面会讲到的, 好,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我讲了很多, 那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想要对十二元起,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把最后的这么一点点的跟大家说的差距在哪里, 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先讲完, 看大家如果有记取有什么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问, 那样子, 好, 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这边呢, 我们讲到了312页的最后一段, 312页的最后这一大段, 那样子, 我先再念一遍, 然后我们再解释, 他说对此秘义论所说金曼书等虽说从初谈投身欲戒为不应理, 但是我想正行不衰为的初谈所依, 虽不现行作为世间修所断的欲戒烦恼, 却由作为初世间修到无间道正所阴断的所断凭的欲戒烦恼, 看这个我们来慢慢解释它是什么意思了, 他的意思在这边说什么的话, 我们是不是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解释就是说, 他是怎么在同地当中, 怎么从同界生在同界啊, 下界生在上界啊, 上界生在下界啊, 等等等等这种状况了, 看这种状况当中的话呢, 有几个的话呢, 我们都了解之后呢, 可是这个是按照什么的话, 我们是不是刚刚讲说, 他主要是在秘义论的, 就是秘义住持所写的这个秘义论, 以及贾朝街大师所写的阿比达摩集论4, 里面当中会清楚看到的, 可是呢, 这个是跟什么, 这个跟中大师早期所写的, 有一点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呃, 这个是说什么, 因为他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是之后加进去, 他,呃, 大家要拿一, 这边有可能大家要用一个铅笔, 做一些笔记或者做了之后,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 呃, 持有中, 福生大师的见解的人, 才会知道他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因为中大师在他的经慢论里面讲到说, 我们身在十二元起当中的, 或同地的道理呢, 不是像贾朝街大师所说的这样子了, 他是说什么呢, 他是说, 第一, 无名跟第三世呢, 都一定是要同地的, 第一无名跟第三世一定是同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说什么, 哦, 对不起, 不一定是, 不要说是同地了, 我说对不起, 应该是说, 他的这个世一定是归属, 他是在来界的, 我举一个什么例子来讲, 我说比如说, 我现在是遇界的, 我们是要一直在讲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遇界的人, 我要去照做生在出产间的业的话呢, 我是不是以贾朝街大师他们的说法来讲的话, 第一无名是归属在遇界的, 其余十一只归属在上界的吗, 可是呢, 中大师在这边他不会这样说,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早期基曼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 早期中大师的道理, 有一点比较偏为式的见解, 没有偏秩序的, 他这边来讲的话, 什么是有一个阿赖耶士的道理来讲, 所以有一个阿赖耶士的话呢, 阿赖耶士的实际意思就是, 如果是我有阿赖耶士的话, 我就等于是, 就是我嘛, 就是我, 我是什么, 我就是我的那个, 最根究底来讲的话就是阿赖耶士了,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以前在色类学举的例子说, 普特切罗可以分为二嘛, 有所谓是新式的普特切罗, 也所谓的是不相应刑法的普特切罗嘛, 像我这个就是什么, 我这个就是所谓的不相应刑法的普特切罗, 他有一个什么为, 新式的普特切罗是什么呢, 而且等于是像那个阿赖耶士这样子啊, 或者他就等于说有一个意识嘛, 有一个最终有一个意识来讲, 所以你看他就是说, 中大师在这边来讲的话, 有这个阿赖耶士这个来讲, 那如果我是在御戒的时候, 去累积了这个业的话呢, 是不是我这个阿赖耶士应该也是要是御戒的嘛, 因为他是御戒的人的阿赖耶士, 所以当然是御戒的阿赖耶士啊, 所以这个一跟这个三在这边就是同地了, 是无名, 我做了初无名是御戒的, 因为我要一定那个时候还没有断除, 他还没有, 我要去会有去累积到出产天的业, 是不是说我还没有断除出产天的烦恼嘛, 是还有预计的烦恼, 还没有得到定嘛, 所以那时候才会说什么, 想要修出产天的净分嘛, 他要修出产天的净分, 才得到了出产天的业嘛, 就变成第二行业了嘛, 那这个第二行业是我的作意嘛, 我们所谓的业是不是一种思维, 思想嘛, 所以等于是不是说, 那如果以前在我们在菩提道慈离广论里面讲, 是不是有讲说所谓的失业跟失以业嘛, 看失业是什么, 就是说不一定要有那个行为,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解释法, 以世心菩萨在据舍论的说法说什么, 失业就是说我的作意嘛, 我要作念, 我的思想, 失以业是什么, 是我思维之后而做出来的生育的行为嘛, 这是实际的行为了, 这叫失以业了嘛, 可是在这个我们只要在进步中以上的话呢, 这不是那个生育的行为, 不是所谓的失以业, 失业的时候是什么, 是我只要在还没有去造作的时候, 这个当中内心想的这个叫失业, 凡是业一定是心事啦, 他的意思是说, 怎么可能会有生育上面的行为, 凡是我们思维意念想去做的这个东西叫失业, 跟我正在去做行为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作念呢, 这时候的思维呢, 这叫什么, 这叫失业, 配合这个动作的时候, 那就叫失以业啦, 所以这个在这边来讲的话, 这叫失业跟失以业的差别嘛, 和我们后面之后它会有, 应该以后我们讲到广乱之后, 它这边我忘记, 它还有一讲一个四巨型啊什么, 广乱里面就在这个地方会提到的, 可是, 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苏传天的禁分, 是变成一种作意嘛, 一种思念嘛, 和这个思念它会不会留下成一种能力嘛, 留下一种能力, 和这个能力是要放在什么地方呢, 而就是存在第三世上面了, 这边就是叫我们所谓的, 因为的事啦, 所以, 以贾朝杰大师来讲的话呢, 虽然有可能我一开始, 我是御界的人, 可是我透游修持的话, 我要把我那个事要进化到出禅天的事嘛, 因为刚刚我照的是出禅天的业了嘛, 出禅天的能力要下来的话, 我的有一个意识要有, 是归属在出禅天的, 归属在出禅天的事上面呢, 这个业的能力才有办法安放在这里面啦, 如果用御界的心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能力来承载, 或者让它新的去放进去的, 可是中大师来讲的话, 在他经脉论里面的早期是说什么, 因为像我刚刚讲嘛, 它是在第一个, 我们在御界的时候去造作出禅天的业的话呢, 它的第三次是什么呢, 就是阿拉耶斯, 所以这个阿拉耶斯就已经归属在御界的人了, 所以同样, 总是我是御界的人, 去造作了二禅天的业呢, 变成是出名是出禅天的, 业是二禅天的, 阿拉耶斯是御界的, 变成这样, 因为我是御界的人嘛, 御界的人去造作了二禅天的业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它变成是跟刚刚蒋桃姐大师说的完全是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是说什么的话, 所以它又说, 这边也同样来讲说, 它说, 对不起, 我们刚刚是312嘛, 对不对, 我就说, 对此秘义论所说, 金曼论等说, 从出禅天投身御界为不应理, 它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说金曼论里面当中, 不是说不能, 不可能从出禅天投身在御界的, 有些人会这样子解读, 是不是说, 对此秘义论所说, 金曼论等虽说从出禅天投身为, 御界为不应理, 那不是这个意思, 金曼论怎么会说, 不可能从出禅天不会再投身在御界, 这本来就, 我们就说从飞翔飞飞翔天, 都可能投身在御界的话, 怎么不会从出禅天投身在御界呢, 而是说什么, 是说秘义论所说的, 投身法则从出禅天投身在御界的话呢, 金曼论会认为, 他的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啦, 对不对, 我们说, 不是说, 因为我们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 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解释是说, 金曼论说不能从出禅天投身在御界的, 这是错误的解释, 是说, 要配合上面说, 秘义论所说的从出禅天到投身在御界的法则呢, 金曼论是不认为的, 为什么不认为呢, 因为是不是说秘义论说是什么, 他刚刚说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定要透由同界的烦恼去滋认同界的业了吗, 同界的烦恼要滋认同界的业的话呢, 那如果我们从出禅天要投入在御界的时候呢, 他是说在出禅天不可能有御界的烦恼在重生的, 如果你没有御界的烦恼生起来的话呢, 怎么有办法用御界的烦恼去滋认御界的业了吗, 就是我们刚刚以按照秘义论师所说的话, 从出禅天回去御界的话呢, 是不是十二支应该都是同地的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讲, 就是说从不管是从出禅天回御界也好, 或者飞翔飞翔天回到御界来讲的话呢, 这十二支都是归属在御界的吗, 对不对, 是不是大家刚刚一直在提这个, 所以如果都归属在御界的话呢, 如果我是从出禅天, 我现在是出禅天的天人, 我要投生在御界的时候呢, 是不是代表说一二三我是在御界造了吗, 可是八九十是在第二次才会圆满呢, 第二次圆满的时候, 是不是我是出禅天的天人的, 在这个身体上他要圆满, 和我这个出禅天的天人在出禅天吗, 所以钟大师在他经谈论里面是认为说, 这是不可能发生, 在出禅天的天人的这个时候呢, 他是不可能是生起说御界的烦恼, 所以呢, 你秘义论当中所说的, 要用同界的烦恼资认, 同界的业才会投生的话呢, 从出禅天, 你的这样说法从出禅天投生在御界, 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嘛, 在经谈论的说法, 而不是说经谈论说, 不可能从出禅天投生回生在御界的话, 这是不应理的, 这个说法的话, 钟大师没有到这样子的, 不会这样子的说法啦, 他是说钟大师在经谈论里面, 对不起, 因为我想说以前我自己都常常搞混, 所以我常常比较想说, 我会搞混的也跟大家讲, 就是说秘义论师所说的, 从上界投到下界的这个法则来, 以经谈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他的道理是什么, 就是说有这个搞清楚啊, 后面的文字我们就比较容易解释, 就是说因为秘义论师是说, 是不是说不管怎么样, 从行业到老死一定是同界的嘛, 对不对, 一定是同界的, 所以代表是说, 是不是一定要透游说, 同界的烦恼去滋润, 同界的行业, 它才会变成有业了嘛, 它才会变成有业的, 所以如果要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我说, 我们会从出残天, 再投身在欲戒的话, 一定是说, 有某一事我在欲戒的时候呢, 我去累积了出无名, 第二行业跟第三的事, 已经累积了, 可是在死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被滋润, 这个行业没有被滋润到, 我那时候再生起了什么, 我们再修了禅定, 和把欲戒的烦恼压制了之后, 透由出残天的烦恼, 去滋润了出残天的业, 我是不是在第二次生起在出残天, 这是另外一个十二元起嘛, 就是另外一个十二元起, 可是另外一个十二元起产生之后, 不代表我前面这个三个元起就变不见嘛, 它就只是先安放在那边嘛, 所以在, 就等于说这个十二元起, 这刚刚说的这个欲戒的十二元起的, 欲戒的业的这个十二元起, 在第二次的时候是什么, 是不是在天人的时候才会有八九十才会产生嘛, 所以这个天人是出残天的天人嘛, 所以这等于说, 如果要烦恼要生起来的话呢, 它在出残, 一定要在出残戒的, 这个出残天的天人在出残天的时候, 生起了欲戒的爱, 欲戒的爱等于是什么, 是欲戒的贪着, 欲戒的更强烈的贪着嘛, 是爱跟取, 是一般的小贪着, 再大贪着嘛, 和之后才会去支援到欲戒的有业, 所以这个是金曼论是说, 这样子是不可能的, 在出残天的这个地方, 它没有原因说要在出残天这边, 要生起说欲戒的烦恼了, 所以它是不会这样子的, 所以后面这边来讲的话呢, 也要说正行不衰为的, 这个来讲的话, 大家要画个夸号那样子, 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个不是福生大师的本身的说辞, 是之后的洛斯林的一些的学者, 在开那种对自己的教点的开大会的时候呢, 他们去做了助教, 或者我们讲说昨天讲的那种助教, 他以前他们还没有概念说要在, 就是在书本下方去写这个助教, 他是把他直接插进去的, 可是这个说, 这个你看说什么的话呢, 他是说, 福生的大师的意思是说, 还在出残天的时候呢, 还有出残定的时候呢, 他不会生起欲戒的烦恼, 对不对, 我们是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跟大家解释说, 出残定的阵型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把下界的烦恼已经压制了, 不会生起来, 所以当然他还有阵型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有烦恼, 不会有烦恼, 所以有阵型的时候呢, 怎么可能会投身在欲戒, 他是这样子的解释了, 可是实际上我们去看, 说实话, 这个地方就不是中大师的解释, 是我把我从老师那边, 和我自己思维, 和我去看金漫论, 这是我自己的说法, 大家可能自己斟酌啦, 如果觉得我说的还有合理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跟随, 如果说的不合理, 就觉得说法师自己在这边, 说他自己的概念而已的话, 这是什么的话, 我们实际看的时候, 福生大师是没有这句话的, 正行不衰微的, 他是没有这句话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大师的金漫论里面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是在上届的时候呢, 是没有原因会把下届的烦恼生起来, 因为他在上届烦恼的状况, 他没有因缘使他, 把这个烦恼生起的状况, 所以他根本不用加上说, 不衰微的, 因为很多人会说, 你如果假设不衰微的话呢, 就会有问题了, 因为毕竟, 好像他认为说, 因为在金漫论的话, 他也要说, 他可能是, 他有这个阵型衰退, 他才投身, 他为什么衰退呢, 因为是下届的烦恼生起来嘛, 这个阵型衰退之后, 烦恼生起, 他才堕入了, 可是金漫论的概念, 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 他不是用这样子的概念来说的, 他是说什么, 是因为业的隐身, 他的这个能力就有限了, 就像我们说, 我们在拉什么橡皮筋, 再拉了再好, 他终究他是, 因为他是有限的嘛, 他还是会断掉的, 他不可能永久的那样子, 那你为什么断掉呢, 你不能说因为他有一个阻力, 可能有一个阻力产生的, 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 这样拉很久很久, 他就自然就断掉了, 他时间到了, 他就断了嘛, 所以就等于是说什么, 在金漫论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说他会从上界投入到下界来讲的话呢, 不是因为说下界的烦恼重新升起了, 又升起, 这个阵型衰退了, 害他滋润刚刚的油业了, 他是说什么, 在金漫呢, 他是说我们可以依着上界的烦恼, 可以去滋润到下界的业, 他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滋润它啦, 是有这样子的方法去滋润的法则,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在这边来讲的话, 金漫论的说法跟贾特贾又是不一样, 有两个大出入点, 就是说有第三四的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跟第八跟第九的爱跟曲的滋润是不一样, 就是他在哪一界的呢, 爱跟曲就是归属在哪一界, 这个人, 对不起, 就是人或天人, 总之这个众生在哪一界呢, 第八跟第九的爱曲就是归属在哪一个地方呢, 是不是我说假设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说欲界的人, 去造作了二产天的业的话呢, 无明是初产天的, 行业是二产天的, 第三四是欲界的, 和第二生他投生在另外一界了, 他不是用这个业, 他是投生在初产天的, 那个时候, 比如说, 对不起, 我说假设我不要混淆, 他投生在三产天的嘛, 他投生在三产天的时候呢, 那当然所谓的明色六入处时候, 是不是三产天, 那没有疑惑嘛, 这一定就是三产天的, 可是是不是贾淘姐大师说, 到后面的这边的爱跟曲, 也要归属在, 假设在哪里的话呢, 也就是归属在三产天的嘛, 所以同样, 对不起哦, 我说因为这个刚刚的爱跟曲, 是要回到前面的二产天的啦, 对不起, 我刚刚说错, 因为我们是说, 欲界的人造作了二产天的业嘛, 对不对, 所以他等于是说, 如果是假淘姐大师的说法来讲的话呢, 这个爱跟曲是要透游二产天的爱跟曲, 才可能执人到二产天的业了, 可是钟大师的这边说法在今晚呢, 就是说什么, 因为这个人是投胎在三产天的呢, 他的爱跟曲就是归属在三产天的, 他没有原因要生起下界的烦恼了, 他这个三产天的爱跟曲呢, 就可以去滋润到之前的所谓的投生在二产天的, 或者初产天的, 或者欲界的烦恼, 欲界的业, 他都有办法去滋润他去投生的, 所以这个爱跟曲又是不一样了, 而有才是刚刚第二行业的后续流嘛, 大家这样可以捅吗, 对不对, 我说是不是我们再复习一次好不好, 就是讲到一大师来讲的话呢, 他不管怎么样是说, 如果从下界到上界的话, 无名是下下界的, 其余十一支是上上界的, 不会再有说三层四层的这样子, 好像这样子交替的, 这样子插来插去的, 不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 可是中大师大家以前在金曼论的话, 就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第一个是什么, 是这个事是承认什么, 是阿拉耶事的嘛, 像阿拉耶事的可以放在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人现在归属在哪一届, 那时候的事就是归属在那一事, 就是我们雷造作业的那一事呢, 那时候的他是归属在哪一届, 那个事也就是归属在那一届的, 而到第二次的爱跟取人的时候也是, 那时候在投赛什么事呢, 那个的爱取也是归属在那一届的了, 也就是归属在家里, 所以他也可以说, 比如说我们是从御界的人造了二三天的业, 可以下一届又是投赛御界的话呢, 他也还说说, 他有爱取, 御界的爱取能滋润到上界的业, 也有可能的样子, 他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来产生了, 那总之呢, 所以这边所说的正行不衰微的话, 这是以前的一些的学者觉得说, 一定要加进去, 因为他说, 钟大师说从初禅间生在御界是不合理的, 这个道理是什么, 什么道理呢, 不是说不可能从初禅间生在御界, 而是说什么呢, 是因为从禅定的正行当中, 还没有衰退的状况呢, 他是不可能生在下面的, 所以他觉得说要加这句话, 才可能去补前面的这一种说法, 当然有听懂我在这边说什么, 就是说因为正行不衰退的话, 他才会说从上界生在下界是不合理的, 可是实际来讲的话, 我们去看钟大师的经败论来讲, 不加这个话的话, 钟大师有他的另外一套的说法, 有另外的解释了, 就是说刚刚说, 就像我刚刚说的, 另外的说法是说什么呢, 是说秘义论师, 你所说的这样子的, 从初禅天投身在御界的方法是不合理的, 因为你要说一定要由同界的烦恼去滋认同界的业, 才有可能的, 这样的说法会变成不合理, 不用加向这个说正行不衰退的,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 实际在钟大师的所有的, 对不起, 在福生大师的论点里面, 这不是福生大师的论点, 大家可以看, 因为在我这边的, 像我赵文的版, 如果我们在台湾这边, 辅助教育经营会有帮忙印福生大师的全集了, 他的504页的话呢, 就在讲这个话, 他这个说从正行不衰退的, 他是括号起来了, 有括号的, 这括号就代表说是之后人家的啦,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很难解释说, 如果不说从正行不衰退, 怎么去把这个说前前后后连接的, 实际上来讲的话, 钟大师是没有不用讲说叫正行不衰退这一段话啦, 所以他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纵使以钟大师的说法来讲, 以钟大师的本身的说法来讲的话呢, 也不用这样子, 为什么他说, 比如说在, 在, 我们现在念这个正行不衰退的, 我们就知道说这是后人家的, 不是福生大师自己的说的话, 出禅天的所依, 就是出禅天的所依的就是说什么, 就是在出禅天的那个天人啦, 就是他的所依, 就是变成像我现在是欲界的所依一样啦, 我就是出禅天的所依呢, 他人心虚当中, 虽不会现行作为世间修所断的欲界烦恼, 就是我们是不是说, 当时跟大家有略略讲了, 我们出禅天的正行的定呢, 不是把所有的欲界的烦恼都压制了, 他只有能力去压制什么呢, 是说什么, 是说世间修所断的欲界烦恼, 他有办法压制, 他这边后面有个意思是世间修所断的嘛, 世间修所断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我们内道跟外道共同的修持的道路, 都有办法压制的, 压制的烦恼呢, 这叫世间修所断的烦恼啦, 他没有断除, 他没有从根拔除, 他有暂时的压服啦, 所以呢, 这边他的意思就在这边说, 我们先不要考虑说正行不衰微的, 在出禅天的状况呢, 不会有现行的, 不会有现行, 他不会有真正在内心当中生起, 现行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生起来嘛, 就像, 比如说我举一个什么例子来讲, 比如说像我, 我知道大家的名字, 或我知道大家看过大家, 可是我睡觉的时候呢, 我知道大家的名字的, 那个智慧啊, 或那个心是没有现行, 他是在那种, 好像随眠的状态嘛, 如果我真的了解大家的, 的名字的这个心是生起来的话, 这一定要是现行的, 要现行才会有的, 所以我们同样在这边, 福生大师也跟大家讲了, 这个福生大师跟别的人就不太一样的话, 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像说, 我们就会说, 如果是菩萨的话呢, 他的心绪当中不一定要有菩提心, 他的心绪当中不一定要有大悲心, 例如说什么呢, 就是他这几个礼拜应该有听过, 我们用说, 比如在根本定, 见到根本定的这个菩萨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他是有无二显的吗, 他是有无二显的缘故呢, 他只见到空性的缘故, 他怎么可能会有菩提心呢, 他不会见到菩提嘛, 如果有菩提心的话, 我们是不是大家一直跟,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现行专业呢, 说说菩提心是源着什么, 是源着菩提嘛, 他是为了一切友情, 去源着是菩提嘛, 他就是就变成不是无二显的, 变成是具有二显的嘛, 具有二显的嘛, 所以我们福生达诗是说什么, 是说以菩萨来讲的话, 他不一定要有菩提心, 可是他的这个菩提心是没有衰退的, 是刚刚像睡眠的一样, 他是在没有退失的去睡眠, 就像我说什么, 我刚刚大家, 我了解大家的名字, 我睡觉的时候呢, 是没有退失嘛, 没有退失的睡眠, 就只是那时候没有现行起来, 我一起来, 大家名字的那个, 了知的心事又恢复了, 可是我在睡觉的时候呢, 我没办法叫出大家的名字, 我不知道大家, 那没有现行出来了, 同样, 如果是个菩萨来讲的话呢, 他的菩提心, 或者是要现行, 或者他是要那种随眠的, 没有退失的随眠, 可是他不一定要, 就说他的心去一定要有菩提心, 因为如果有菩提心的话, 我们会说什么, 他就变成是说他会有, 要圆着菩提啊, 你又说他是在根本定章是无二显的话呢, 那这个菩萨变成是有二显了吗, 所以我们是, 我们福生达诗的说法是说什么, 是说, 凡是菩萨的话呢, 他不一定要有菩提心, 可是他这个菩提心是未退失的随眠着, 没有使他退失的, 可是像别的学院, 或者说像我们看过的很多人, 他就说, 没有, 菩萨的话就是有菩提心, 他为什么会叫菩萨呢, 就是因为他有菩提心的, 他为什么有菩提心, 也是跟我们说一样, 他说那一定要有吗, 他就说有, 他不是现行而有的, 随眠而有的也算有了, 随眠而有也就算有, 我们福生达诗不是, 我们是说, 要有的话就是要现行而有的, 你有的话就是现行而有, 没有所谓的随眠而有的, 随眠而有, 如果是随眠而有的话, 反而代表说他那时候是, 没有实际有的了, 就像像我刚刚, 大家有可能这个例子, 就像说, 我在睡觉的时候呢, 你不能说我了解大家的名字吗, 对, 我了解, 因为我为什么不能了解大家的名字呢, 因为我要了解大家的名字, 我要有个心事去了解大家的名字,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了解大家的名字的心事都没有, 那我依什么东西去, 说去了解大家的名字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心事又恢复的时候呢, 变成说我有了解了, 那总之大家可以依照大家, 知道这个的关键的时候呢, 就会知道说有什么差距, 所以我们说, 要说, 像以福生大师有看过, 我们说, 以一个佛教徒来讲的话呢, 很多人是不是说, 有没有皈依来分他是佛教徒, 我们福生大师就不是这个定义了, 是不是有没有皈依, 因为同样的话呢, 有很多比丘在睡觉的时候呢, 他那皈依心仪也没有生起来了, 所以呢, 他有没有, 我们在说什么是说, 有没有皈依, 或是不是一个佛教徒, 和同样, 还有福生大师会说什么呢, 他会说像佛陀, 也是佛教徒啊, 可是佛陀是没有皈依的, 因为他为什么没有皈依呢, 因为他没有具有皈依的二因啊, 没有的原因何来的果报啊, 二因是什么, 要部位跟信心嘛, 部位跟信心, 之后再有一个归头依靠的心嘛, 所以他没有这个部位呢, 何来的皈依了, 所以他变成说佛教徒的定义是什么, 是承许三宝是自己的皈依进之后, 而不退失的, 这样子的话呢, 这样子一个人或这样的状况, 就是所谓的佛教徒了, 而不一定要说我一定要有皈依, 才是所谓的这个了, 所以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他是说, 因为很多人以前会认为说, 如果没有想说正行不衰微, 他是说, 假设你看我们讲说, 出传所依, 虽不现行作为, 他不会现行出, 世间修所断的欲戒烦恼, 但他就说, 为什么在出传的这个地方, 不能有现行的欲戒烦恼吗, 为什么不能有吗, 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有, 就是他, 他还可能有啊, 因为他的禅定退失了, 升起嘛, 所以他为什么要加一个说, 正行不衰退的, 正还有禅定的状况呢, 那当然就不可能有, 世间所要修断除的烦恼啊, 可是你不能说, 一般不能说是没有, 可是按照钟大师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出传天的, 所依的这个情况下呢, 不管是世间的现行的这个烦恼呢, 是不可能生起来的, 是没有的, 不会生起来的, 他没有这个现行, 滋润到爱取的这个没有的那样子, 可是他就说什么呢, 正行不衰退的出传所依, 虽不现行作为, 世间修所断的欲戒烦恼呢, 却有作为出世间修到无间道正所应断的, 所断品的欲戒烦恼, 故离彼过失, 可是他说什么呢, 虽然他没有世间所要断的, 可是有出世间所要断的啦, 就是说, 纵使我们在依着内外道共同的方法, 怎么样去压制到烦恼, 或者现行的烦恼呢, 可是他有一种细品的, 唯有透游出世间的道,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刚刚的根本定, 或者说所谓这种出世间道, 圣者的道, 才有办法断除的这个烦恼呢, 不会说因为他在出残天的话呢, 这就不现行了, 因为这也是我们福生大师, 他的与众不同的跟人家不同的说法, 一般像妙音喜金刚啊, 或者说至尊法床, 他们说法是什么, 他就没有分说, 世间所修, 应该说他说, 世间修所断的烦恼, 跟出世间修所断的烦恼, 他没有做这种分类, 他就是说什么, 只有分三界九地的不同的烦恼, 有从欲界的烦恼, 出残天的二残天, 三残天, 四残天的, 可是我们福生大师, 他不是这样子分的, 福生大师他是说, 欲界的烦恼当中就有分出, 世间修所能断的欲界烦恼, 跟出世间修所断的欲界烦恼, 就有做这个分的, 而我们一般的出残定, 是在对峙什么呢, 就只有在对峙说是世间修所断的, 这样子欲界烦恼, 只有在对峙这个, 三界的烦恼, 最真正的烦恼呢, 都是说出世间所断的, 这个没有他前后断的顺序, 这是一次断的, 一次断的, 这个没有出细分的, 是什么时候才会断除欲界的烦恼呢, 到成阿罗汉的时候才会断的, 成了出残定的烦恼是什么断的, 也是成为阿罗汉, 这个是三界九地的所有烦恼, 是一起断的, 就是最终究那个烦恼, 前面的话, 他世间的话是一一一的, 有次第的去压制, 就是说先压制了欲界的烦恼, 再压制了出世间, 压制了二残定三残定, 他是这个来讲, 可是以三界的烦恼来讲的话呢, 都是我值嘛, 最根究底都是我值的话, 怎么会有他的出细分呢, 他完全没有出细分的, 欲界的烦恼的话, 所有的话, 欲界的也好, 色界的也好, 出色界的烦恼来讲的话呢, 他的根都是一样的, 所以三界烦恼是一次的断的, 所以这个是怎么说, 如果要把它断除烦恼的话呢, 一定要断除初世间修所断的烦恼, 而那外道, 我们要获得初禅天啊, 二禅天, 初禅定啊, 二禅定三禅定, 那个时候压制的烦恼是什么呢, 他不是在压制, 初世间欲界所要断的烦恼, 而是只是在压制说, 世间修所断的那个烦恼, 他把它压制下去了, 都只有压制这个东西, 因为是他们就说什么, 比如说, 纵使我假设我现在得到了一个初禅定的时候, 我现在是欲界的人, 我得到一个初禅定的时候呢, 我心虚还是会有欲界的我值了, 归属在欲界的我值, 不会因为我得到这个, 所以这个欲界的我值是什么呢, 就是在于所谓的初世间所断除的, 而这个初禅定所压制的是什么呢, 这种初分的欲界的烦恼, 像比如说, 我们讲初分的比如说什么, 像称兴啊, 或者他这种说, 我这种想要欲望的这种, 这个都全部都压制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上次跟大家讲说, 如果有一个人说他真的有得到初禅定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他不会再生气了, 他不会再, 不会再现行的生气了, 他不会再现行, 这个也不用说到得到什么多大的成果, 或者得到什么什么菩萨, 圣者菩萨, 什么初地菩萨, 只要得到初禅定就不会生气了, 所以我说最好的简直是说, 好那我骂你, 打你, 你都不会生气的话, 这才会有说至少起码有初禅定的功夫, 或者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都不是真的, 大家要透游这样学习, 要知道说, 那真的我们虽然没知道, 可是这要有一种能力去判断说, 初禅定, 以外道的初禅定, 就已经是有办法到, 到说不生气了, 就不是说他把, 因为这个生气, 我们所谓的初禅定, 他是暂时把它压制, 暂时压制, 他没有断除, 要断除这个生气的是什么, 是断除贪心啊, 但断除欲望, 断除称恨, 那等于是说什么, 这是初世间的, 修所要断的, 欲界的烦恼了, 可是, 这边的现行的称心啊, 现行的那种欲望的话, 这种都有办法, 透游世间道就可以把它压, 就抬不起头来, 可以把它全部压下去了, 所以这边福生大师对中大师的金曼论解释是说什么, 他说, 重视的话呢, 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 这个福生大师, 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啦, 我跟老师他们说, 都不用说到这么复杂, 再以中大师的看法来讲的话呢, 在金曼论应该是透露出是说什么, 他是说可以透由上界的烦恼, 可以去滋润到下界的业啦, 可是福生大师是为了要, 也还是维护着贾淘解大师的这种说法, 他说什么, 纵使我们说还是, 业跟烦恼是要同界的时候呢, 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按照金曼论来讲的话呢, 去滋润到下界的业呢, 不一定是要透由世间修所段的, 欲界烦恼才可以去滋润, 纵使是这个初世间的这个天人的心绪当中呢, 还有所谓的初世间修所要断的欲界烦恼, 还是有的, 这样一个烦恼可以去滋润到下界的业, 我们再说一遍好不好, 我们说大家有比较来讲的话呢, 因为我们去看金曼论的话, 比较的话, 他的这种的同地已经跟贾淘解大师说的是不一样了, 已经是按照说, 他是按照, 因为有阿赖耶士这个事也不一样, 这个烦恼的话也可以用上界的烦恼去滋润下界的烦恼, 可是纵使不要用这样子的解释方法, 按照像贾淘解大师的说法来讲的话呢, 金曼论也可以配合, 应该不要说贾淘解大师, 因为好像说宗大师配合他弟子, 按照这个秘义住持, 他所说的这个经典来讲的话呢, 宗大师的说法都可以吻合着这种说法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出世间, 对不起, 不要说出世间, 出残天的这个天人的心绪当中, 在回转, 投回或投生在欲戒的时候呢, 滋润这个欲戒的第二行业的烦恼, 一定要有爱取才会变成有嘛, 要有爱取才会变成有, 这个爱跟取呢, 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是世间修所断的欲戒的烦恼, 因为它现在有出残定嘛, 出残定不管是世间的外道所修出来的出残定也好, 我们佛教所说的这个出残定来讲也好, 总之它是把这些的烦恼压住了嘛, 压住了, 可是虽然这种世间修所断的烦恼是被压住呢, 可是这个出残天的天人心绪当中呢, 它的出世间修所断的欲戒烦恼, 都还存在的, 所以这个出世间修所断的欲戒烦恼还存在的话呢, 还是可以用欲戒的烦恼去滋认欲戒的业嘛, 它有一个出世间的, 因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有获得圣者的果位的时候呢, 根本没有办法去压制或断除任何一个欲戒的烦恼, 为什么我也没办法断除呢, 因为它没有获得灭地嘛, 如果我们要断除任何的一个烦恼, 比如说有些人说, 我断除了烦恼了, 我已经知道, 那更厉害, 我不要说出残天了, 至少他就说他已经获得灭地的功德了, 要获得灭地之前呢, 他要获得道地的功德了, 或者道地的功德之前呢, 一定要陷阵无我的, 某一种陷阵无我的, 这个人要可以百分之百清楚地说出, 无我的到底是什么, 就像你看如果是陷阵的, 就等于说什么, 像我用眼睛看到大家这样子, 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看到无我, 他要像我可以一一跟大家解释, 大家的长相是怎么样的话, 他是这么清楚地见到无我的, 所以起码如果断除任何, 真的是断除任何一分烦恼的话呢, 他一定要获得某个灭地了, 灭地之前一定要获得道地,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顺其次第跟还灭次第, 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 就等于这边了, 所以可是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福生他是说什么, 那等于说这个初世间修所段的欲界烦恼, 他还存留的, 因为他没有获得任何的灭地, 所以这个初世间的修所段的这个烦恼还存在了, 依着这个烦恼呢, 他可以去滋润, 他还可以去滋润说, 刚刚的欲界的业了, 对不对啊, 大家这样可以吗, 还清楚吗, 这样子, 所以同样, 他说什么呢, 他说, 顾离比过失嘛, 所以就没有那个过失嘛, 是不是还是可以透游欲界的烦恼, 去滋润欲界的业了嘛, 所以就像这样, 心绪俱足, 出禅正行等质的欲界普特邪罗, 笔头身, 出禅的因等, 等至无名, 也是作为初世间修到, 无间道正所因断的, 所断品的欲界烦恼, 因此与认许, 为欲界地所属, 成不相为, 所以他这边来讲的话, 他是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同样, 具有出禅定的, 具有出禅定的, 欲界的普特邪罗的心绪当中呢, 他有能生在出禅天的, 所谓的, 因位的无名嘛, 对不对, 因作用嘛, 因作用的无名, 因等至, 因等至就是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在无名的时候, 我们有说因等至跟实等至的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 在无名的时候有一个叫, 因等至的无名跟实等至的无名, 看我们在十二元几当中的无名的话呢, 一定是因等至的无名, 不是实等至的无名, 所谓的实等至的无名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我在这个一页的当中,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间有的无名的话呢, 叫实等至, 与它同一个时间有的, 是不是像比如说我在,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做这个杀业的时候呢, 我在造作杀业的同一个时间, 也是个无名嘛, 因为如果没有无名, 我就不会再去造这个杀业了嘛, 因为毕竟代表说我这个还不明了, 比如说我去强奸人家, 去杀业, 或者像比如说我比丘, 我去破戒的时候, 我去喝酒了, 我去做了什么的话呢, 这个在正在造作这个行为的时候, 也有一个无名嘛, 如果正在这个当中, 正在造作这种恶行的当中, 没有一个无名的话呢, 我就不会去造作这个行为, 因为已经就明了嘛, 所以所有的恶行当中的话, 一定有一个跟他的十等质的无名, 这是一定骗的, 骗的, 只要凡是恶的, 凡是烦恼的, 一定会有跟他同一个时间的这个十等质的无名在一起, 因为就是代表说我们, 因为让我们没有明了真实状况, 使我们蒙蔽了去造作了, 所以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恶业, 所有的这个这些来讲的, 一定有一个跟随他同一个时间的这个, 十等质的无名, 可是十二元起的无名不是这个概念吗, 十二元起当中的无名是什么, 是因等质的无名, 因等质的无名是什么, 是我因为错误的一个无名的推使, 我去造作这个东西了, 这叫因等质嘛, 是不是你看我们是因为无名的缘故, 我就去造作业了嘛, 这跟他同, 不是同时是, 这个无名颠倒的东西, 使我推使我去做这个, 这叫因等质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讲说, 在十二元起里面当中的, 因等质的无名, 也是什么对真实意, 不了解的无名了吗, 他一定是对真实意, 不了解的无名, 使我们推出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他在讲说, 等于说, 在具有初禅定的正行的, 这样一个人的心绪当中呢, 还会有一个说, 生在初禅天的, 因等质的无名了, 所以这样的话, 会有过失吗, 因为他不是说, 他已经没有, 没有预界的烦恼了, 对不对, 没有预界的烦恼了, 那他怎么会有说, 有说他在照做, 生在初禅天的, 无名的时候, 他是不是需要, 有一个, 我们是不是说, 那个烦恼呢, 是归属在于预界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归属在预界, 上面的是归属在, 后面其余十一支, 他这边就做解释说什么, 这种子是具有, 初禅天的, 正行的, 这样的一个, 预界的人, 是预界第一次, 还是预界的人呢, 他还是有, 生在初禅天的, 因等质的无名, 因为他已经把, 预界的, 初分的都压制了, 因为他是不是有, 初禅天的, 正行的定了吗, 他把他压制了, 这个所谓的, 世间修所段的, 预界翻译都已经压制了, 可是说这没有过失啊, 纵使他是以一个, 预界的人, 具有初禅天的禅定, 他还可以说, 我有, 可以去, 有, 生在初禅天的, 因等质的无名, 这也是归属在于, 预界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人的心绪当中, 还有所谓的, 初世间修所要段的, 预界的烦恼, 初世间修所要段的, 预界的无名, 初世间修所要段的, 预界的我之, 也都还存在的缘故, 所以这跟刚刚以上所说的是, 一点过失都没有了, 这些都还是可以说, 完全去承许, 完全去承索, 这些来讲的, 一点相违背都没有, 因为就等于说, 我们说什么呢, 刚刚说的这个预界的烦恼呢, 不一定就是按照你所认为的, 说是要世间修所段的, 这个预界的烦恼才可以的, 连同是什么, 是初世间修所要段的, 预界的烦恼, 也能作为这个烦恼的缘故, 纵使他获得了, 初谈定的阵型, 压制了, 预界的烦恼, 可是他所压制的, 预界的烦恼, 不是一切的预界的烦恼, 他所压制的, 这个预界的烦恼呢, 是世间修所段的, 预界的烦恼压制了, 初世间所修的, 预界的烦恼, 他没有压制, 没有断除, 因为要压制断除, 初世间所修到, 断的预界的烦恼, 他一定要获得一个灭地了, 这个人还没有获得灭地, 还不是圣者, 所以他没获得了,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好不好, 我说这边来讲的话, 他后面就已经只剩下一点点, 我们到下一堂课, 我们就会把十二元七讲完了, 我们就把他这边说完了, 那大家下次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总复习, 和我想说, 我们就是3月15号, 就等于说我们会把十二元七这一段上完, 和我们再看之后, 有什么要别的上, 我们再看那时候, 和我们再怎么做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请回向了,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当。